台铺隔号意外造成50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而台铁也被检讨 今天下午一点半 民进党召开了中常会 由总统蔡英文带领 对罹难者和伤者默哀 并祈福一分钟 另外府院有共识 要推台铁改革 并发表了谈话 我们带你来听听看 小英总统怎么说 改革台铁势在一起 这几天社会针对 台铁改革 已经有很多的想法和意见 包括台铁未来的经营模式 是否要公司化的问题 台铁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和财务的压力 它也肩负着许多政策责任 和社会责任 确实需要改革 我相信每一个台湾人都希望 台铁可以更安全 更有效率 这的确是台铁的责任 当然也是政府的责任 这些改革必须按部就班来处理 目前最所要的工作 就是彻底解决台铁的组织文化的问题 小英总统强调必须从源头解决 更说革新台铁的组织文化才是根本 如果不改变 营运模式再怎么调整都无法满足社会期待 更强调从普悠玛发生之后 一直在做内部的检讨 另外小英总统也强调了 台湾各地的民众值得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改革台铁则无旁贷 也不用怀疑政府的改革决心